同樣的位置 習慣清醒我的Leona是防守了自己的藍buff入口 然後Annie也做了完全就是在河對面防守了自己的紅buff入口 光方這樣子走來走去 丟了眼睛有沒有被聽到 這邊其實浪掉了 但沒有視野的情況下應該是聽不到那個影子的聲音 那現在 已經回到蹲藍buff這個點 可能這樣的想法是 對方從這邊進來的話 就是有眼會看得到 那從上面切進來我們這個蹲點也是可以掌握得住 而且Level1的時候剩有一個閃群潮 飛艾雖然一般不會這樣點 因為點得很難將狗 但他也是可以硬擠出一個控場 Annie還有群雲 我是戲弓星騎虎我真的是瘋了才進去 當然他有蜘蛛可以探草 當然有蜘蛛可以探草 但是也就這樣 賈克斯要交閃才能群雲 這很崩潰的 賈克斯這隻角色 可是一等的時候他check草叢的能力 還是是所有角色裡面最好的 所以我覺得SGS這邊是沒有想要入侵 主要是不要讓對方入侵就可以了 那這邊應該要採一個逆U了 因為SEN已經recall回家往下走 因為SEN在前期的對線是 對上賈克斯是會被康的滿頭包 那這樣的開局是SGS想要的SF5 前面這個入侵是沒有成功 所以讓對方成功的逆U 官方的視野上面來講 然後SF5 直到賈克斯發現安妮擦眼之前 他都不知道被逆U了 這逆U其實有傷喔 我覺得有傷到 因為賈克斯前期就已經很脆弱 然後Ginx又是推塔擊槍角色 正面對決的時候 雷歐娜上Ginx的能力 其實比上SEN的能力來得好很多 因為SEN本身是有一個位移的喔 Ginx沒有 其實勾到打一波 配合蜘蛛過來 其實Gank的成功機率就會成功 就是比DiveSEN我覺得是來得更有機會 兩邊都摸到對方的紅包 協助偷 雙方互偷 安妮自身用一個人 Zone out對方的賈克斯 對 賈克斯也沒有過去吃Jungle 再等兵線進場 那這一邊的局面也是一樣 他沒等到砲車 這一波的控兵是不是不夠的精準呢 但這邊有卡住 所以砲車應該會進去 蜘蛛現在吃了十項 應該是要過來夾擊這個聖 Dive一隻聖 好 剛好卡到三等的timing 這個Dive是有機會的 尤其是蜘蛛的Dive能力極強 他可以先去開聖 讓聖丟那個位移之後 他再上吊 喔 但是是相對應的一個Dive 賈克斯也是一擊 好 D再見 喔 它擋掉了 飛來有點危險喔 這交閃拉得掉 喔 OK 拉掉了 對 剛剛那一波 我覺得 兩邊的Jungle 就是兩邊都沒有放塔 這是一個比較 正常來說 看到三個人夾擊 你上路一個人一等的時候 你爆塔基本上 死亡的距離很高 但下路SF這邊的處理 細節沒有做好 那個塔進的時間有點怪 而且蜘蛛是先露頭了 然後現在聖吸到了二等 所以聖上到了三等 他更有能力可以來塔下 就是他不需要放塔 可是賈克斯剛才只有一等 那個被夾擊基本上就死定了 他剛才聖被夾到的時候也是一等喔 但CV好像是 兵沒有進 他在推 推一推以後 然後聖上他二等 就不太敢上 這是蠻遺憾的啦 因為聖那個時候 應該連嘲諷都沒有 他大概只能交閃 那如果說進度是對的話 應該說前面那一波 果然沒有等砲車 就讓兵線前進 果然還是出了一點問題 因為你讓聖提早吸到的一些經驗值 對 然後你現在你看蜘蛛就是 他也從 他不是從後面切進來 他是從正面過去幫你推 對 所以就是你兩邊的夾擊效果也沒有出來 然後雷歐娜現在可能是只有兩等 這樣子其實 我們上到三等 超級的尷尬 因為 飛艾加聖是打得出反殺的 蜘蛛現在不能走 走而很有可能突然就打得出反殺 因為聖是閃現在用掉 他剛才其實有被代表 他剛才其實有被嘗試代表 你看他閃現的CD你就知道 對 他有被嘗試但是沒有成功 那現在就是說蜘蛛如果走開的話 二打二飛艾 飛艾紅還在有沒有 那這樣打下去的時候 只要朝中然後飛艾拉拳上來 揍三下就爆炸 速推完以後是 安妮率先來到下路 這雷歐娜可能要噴閃現 這樣子被飛艾一拳一拳的打 不用噴 因為聖沒有過來 而且紅已經結束了 可是下面朝到以後 安妮上來接暈是把這個 傷害不夠 對 可是葛雷夫的光盾 也被打掉的情況下 這個下路組合 可能再掉回去對線也是打不贏 然後再送 這一波被Gank 這一波被Gank相當的危險 喔 扭腰 喬威 強 對 這個扭腰 而且後面的小命量有點多 所以賈克斯已經選擇放棄了追擊 喬威不只是胸肌大顆 腰力也很好 可能 人魚線應該還是有 應該是有 他OP的地方 那現在這個上路被推得這麼深 然後持平數也被拉開 哇 這個短短的六分鐘 這個首殺一塔 就已經造成了兩千塊的經濟差距 這一場可能平局的局面 可能不一定可以到來 這就是前面講的 就是說 很有可能開局兌卸的時候 就被技巧打散 然後就打不出平局 這是剛才在開戰前的時候 我的一個預感 就兩邊的選擇是一樣 都是 第一EU以後三人夾擊 待斧一等的上路 可是兩邊的處理細節 就造成了這麼大的差異結果 終於有九桶要被Gank 喔 被撞了 交閃以後再衝 當然有閃加衝 加上他大絕 加上他大絕 還在身上沒有錯 所以他應該是不至於會死 但現在就很難說了 他把凱爾炸進了塔裡面 凱爾POP無敵的時機正好 擋掉一下塔的攻擊是非常關鍵 對 但是九桶沒有還到 就是沒有撞到也是一個蠻大的失誤 剛剛那個有撞到 其實蜘蛛應該是有機會 哇 兩個人是完全 預先都沒有看到對方 只是 Hallelujah反應比 對面的Stylecam來得快了 大概一秒左右 我覺得他撞到 他可能是用A移動 反正他撞到蜘蛛的瞬間 就出手打他 但是蜘蛛慢了一秒才反應過來 對 而且他的型態不對喔 進草打最好是以人型起手 打一套以後再變蜘蛛 他剛剛是蜘蛛型態走進去 所以 型態不對的情況下是 只能挨打 嗯 移動的時候蜘蛛型態比較快 但人型才能 就是包括探草跟綁都 還有逆斬殺 都是在人型的時候的效果 對 那這邊兩邊要換藍 但是剩這邊有所感覺 所以過來 但是時間上是有點晚 慢了些 慢了些 這是擋不住藍的 那也拉不到擊殺 因為其他人位置太遠 因為其他人位置太遠 對 但這邊 Hallelujah 跟這個 Synix找到一個中路 有沒有機會 Cut這邊 回來補中的呢 有一點點 但可能會怕被 不知道 如果他九桶的CD 大絕的CD 好的話 就會被炸進塔裡面 但是這個 如果他對CD時間的判讀是正確的 他應該知道還沒CD好 因為還差蠻多的 不是差一點點 剛剛還差四分之一 對 而且Synix剛剛那一波 被炸進塔 他連閃線都沒有交 他只是用大絕就走得出來 所以這個時間點 九桶的 要再打出下一個擊殺 可能就要仰賴蜘蛛的幫忙 聖在塔下撿兵非常安定 他有被動的契合斬 加上他的Q的力刃 在塔下撿兵是極端安定的一個角色 對 現在SF很尷尬 上路的線其實聖已經扛得住 在這個時間點 聖是不會打出賈克斯太多 那你任何一條其他的線路 要發生的戰爭 就會有聖過來支援 然後就變成說你的主動權 完全的已經喪失了 那這條龍要守住 可能就要仰賴 在這個九桶有沒有辦法 把這個凱爾的兵線頂出去 但現在看得出來是 九桶收到的牙子 已經先要進行一波 然後回家補裝 他輸二十十兵 這種條件下 不太可能 好好的把線推掉 凱爾也 凱爾 而且凱爾很 強調攻速的一個配裝法 他一開始就用二速的攻速鞋 哇哦 飛艾拉拳 錘完以後 雖然沒有錘到賈克斯 但這時候他背對賈克斯 賈克斯也不敢跟他打一個聖就在旁邊 然後前面又沒塔 對 所以 這個時間點下路也被壓在塔下 塔下的吃兵數差距了二十隻 那在壓在塔下的情況下 雷歐娜又有安妮扣著雲 所以雷歐娜上去的機會也不高 所以蜘蛛現在是 SF唯一的希望 他有沒有辦法來一個精準的綁 哦 那再次用大鳩 就從炸凱爾進塔凱爾 一樣是用大鳩扛 扛住了塔的一下攻擊 哦 這飛艾 出拳的時候被綁了 但是出完拳才定在原地 對 他現在改成了就是說 你位移就像這種 像是他的大鳩 就是你會受到暈眩效果 可是你會先到達 就是你要到達的位置 把招放 對對對 可以再度來到中路 這有沒有辦法像 類似稻草人一樣的一個效果 就是靠著大絕的襲擊 達到輔助GANK中的效果 好像是沒辦法的 幫推中線 這幫推中線蠻有意思的 他從後面老才比較可能有機會 但SF在河道的眼睛 其實也是相當的足夠 我覺得蜘蛛這邊 再繼續農野怪的話 可能這個前塔都要被對方壓掉了 因為剛剛那波酒桶上去GANK 其實回炸是有成功 但他也沒有在 就是配合上面我覺得 還是有一點點的問題 兩次的回炸都成功 但是凱爾連閃都沒有交出去 凱爾就是淡定的套了一個大絕 然後往回走 然後九桶的那個第二個Q 也沒有等這個大絕時間到 才把他引爆 所以連血壓血的效果 都沒有做得很漂亮 上路這邊 勝已經是壓了賈克斯 賈克斯只好讓兵線進來 然後去吃雙食 領下經濟 喔 蜘蛛這時候繞過來 哇 又沒撞到 這一下又沒有撞到凱爾 又沒緩到 然後凱爾得到了聖的大絕 飛過來以後 蜘蛛上吊撤退 欸 聖的大絕被斷 對 被斷的情況下 可是九桶還是繳了閃 而且那個時間點回炸得很漂亮 蜘蛛的綁也是沒有接到 我覺得整個的配合上面是有滿大的問題 剛才就兩個東西沒接到 第一個九桶撞就沒中了 然後再來是綁也沒中 安妮開了蜘蛛 蜘蛛中了虛弱 蜘蛛交了閃現 以後選擇鋪三狼 相當好的一個路線選擇 左邊的古拉格是一滴血 但右邊這邊 葛雷夫跟蕾歐娜還沒有做會合 進食則是勿食派推塔 對 所有的進食都是同一個路線 就是 因為其實進食這隻腳車的技能 主在前期打出來的傷害 沒有那麼高 所以他只要在前期穩定的發展 然後等團戰的到來就OK了 千里條條敢去參加會戰 算是適合進食的一個打法 那這時候勿食推塔 反正他推到塔以後 加速再衝過去搞不好都還來得及 推塔是比較適合他的一個行為 這也剛才看到這個炸彈 就是禁食的一個很麻煩的地方 覺得他真的被上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那麼的有辦法逃 喔 漂亮 由菲埃進場打低血量以後 禁食給一個大絕 斬殺掉了低血量的雷娜 我剛才講的是說 就是他那個炸彈丟出來 也不是立即反應啊 所以敵人已經貼在他身上的時候 你的炸彈丟出去 丟在對方腳下沒有用 因為他會穿過那個炸彈 對 要丟在 可能往你前面丟 或者是 對 丟後面就是可能是讓後面的AD進不過來 但我覺得剛剛那一波雷娜上的時機 變得太早了 他是看到對方已經逼了一波 就是藍buff這樣 所以他判斷對方的安妮不在 這時候找到一個時間要上 可是他等級還沒上到六等 所以CC的時間是不夠長的 如果剛剛上到六等 很有可能是可以擊殺掉 Jeans 那沒有殺到就被對方反手 安妮上來一個暈眩以後 飛艾在進場 然後 Choy的這個大決判斷也很漂亮 就是在 在這個 雷歐娜沒有W護盾的加雙防的情況下面 這個斬殺的傷害就是 足夠可以把他擊殺掉 這凱爾CS有點高喔 因為一般來說 在前期的時候裝不夠好 那中路很容易掉兵的 所以他現在是 你看他125 13分鐘的時候打125 所以這個數字其實是滿高標的 對 因為主要是對方九筒 他的壓力真的沒有那麼小 主要的壓力就是說 因為他的 開啟一以後的擴散的攻擊 也沒有那麼遠 所以被回炸的機會是有的 可是幾次的回炸都有進無限 我覺得是 在SF5這邊的九筒的掌握程度 應該主要是跟Gank 就是跟蜘蛛這邊的配合度不夠 所以他沒有什麼太大的壓力 基本上就是一波兵來 他就是把他直接砍掉 然後還有時間可以去洗四軌跟散狼 這邊擦眼被看到出綁 這個綁 你的順序是不是 正常來說應該是先綁 然後WQ直接切形態上去咬 但他是綁留在最後 最後被這個嘲諷給躲掉 就是對方是一個face check 那個賈克斯其實 上來是有機會打出擊殺的 現在蜘蛛在這個 14分鐘還沒有打到任何的擊殺 可能就是 這個蜘蛛可能就已經算半個fail了 對這蜘蛛到後期的影響能力 就真的沒有那麼大 哇下塔其實是半血 而且喬尾非常精確的 不斷的用火箭poke 不過這一波就是剛剛記者老師說的 上到6之後 雷歐娜給的空場時間 是在非常的長 這時候神飛的大絕 古勞克斯進場以後 也不敢再打要退了 被灌這一發火箭呢 格雷夫選擇交閃 對 安妮那時候還是很漂亮的做了一個繁治喔 看到雷歐娜上來暈眩到一套 她也是上去灌了格雷夫一套 所以九筒剛剛沒有在一個好的位置 所以雷歐娜的空場做出來 沒有任何人接續做傷害 那這個下塔掉了聖也飛過來了的情況下 可能是可以直接來推進這個下二塔 因為禁死的這個狀態非常的好 那這一波大絕是炸在了 非愛跟聖身上的 可是效果沒有很顯著 喔 精力是這個攻速 難道要連破兩塔嗎 喔 這連破兩塔的野心 變成是雷歐娜綁她 開她的一個契機 可是沒有想到全隊一起上來 我覺得是經濟有差 全隊一起上來 反而是互換了 喔 互換 那禁死是有點貪啊 剛才敲回那樣打是有點貪 攻速已經到了頂 就想要把它敲掉 他想說我敲掉跑很快 但瑞凡你沒有敲掉 他還在 他就說對 我在那邊雷 我就是敲掉 我會跑很快 幫你打一下我就不會死了好不 對 拉什麼拉 就你們退很快啊 你有肚子 你有Q1 可是我只能用雙腳跑啊 再快也沒有位移快 唉唷 打到一半為人作駕 還好賈克斯可以跳槍 他剛才是沒有演 他有演 他演 他演 他是擦演 他是演跳 唉呀 我剛才 這是拉克斯演 不太清楚 抱歉 看不太清楚 賈克斯還是要帶演 對 真的 身上只要有演 所以他剛才停一下 是因為他要停下來擦演 咚咚咚咚 流暢度是有一點點怪怪 可是還是有掌握到精髓 嗯 不愧是賈克斯 那現在這邊聖從下路他 咦 他剛是有回家嗎 感覺上他是沒有回家嗎 為什麼從右側切過來 因為他的裝備跟剛才差不多 對 那這邊中路一波夾擊 你出這個蹲點 這傷害也太低 古曜克斯 一個張飛 傷害完全打不出來 他已經扎扎實實地灌了一套給聖 然後聖就是 挖鼻 開盾 然後直接站著尻 那現在 聖沒有了大絕 所以現在跟隊伍比較類似 一個打 這基尼克斯推了線以後 會到中路應該打一個4-1 那上路凱爾 在拿到雙buff的情況下 在上路當木霸拆塔 沒有人敢擋他喔 他真的是太痛了 他現在 裝備極度領先 全部來自於他的CS 其實蕭伍也是類似的狀況 CS也非常高 那麼就是在這麼高CS 這裡顯然是有人要開無敵 扛塔然後硬殺 賈克斯 賈克斯交閃仍然被摔 跳出去仍然要死 身上有紅buff 有紅buff的燃燒 而且凱爾在揮了那個普攻出去 最後那個 最後用他的Q給擊殺 這聖還是在挖鼻 嘲諷以後 你接了一個大絕 哇 可是你們沒有輸出啊 我還以為 我還以為後面還有人 轉頭一看沒有人 對 可是九筒還是腳閃 這判斷上面還是 判斷上面還是 判斷上怪怪啦 對 沒有看到AD凱爾在上路 然後AD也不在旁邊 這腳閃 還蠻虧的 以這個血量來說 也不太可能直接被 禁食大絕丟死 而且更何況那也是應該看到 禁食大絕在腳閃 重點是你看到 就是剩已經拉掉了 代表SGS這邊並沒有要進攻 所以他們是想說 轉到 所以他們已經拉掉 就是我傷害該打 打出來了 就是壓低血線 壓中塔就好 可是球總還是把閃給繳掉 嗯 該繳的時機應該是 一看到嘲諷的時候 閃掉那個嘲諷 或者是閃掉 就是阿尼的大是閃不掉 因為你已經被嘲諷到 但你後面叫這個閃 就完全是 就是讓你後面的反開機會 也沒有了 這樣子一來 新加坡先鋒再爆掉中塔 然後呢已經是三線全拆 上前要開嗎 剩的一個嘲諷 就成功的逼掉了 蜘蛛的閃現 而且雷歐娜還出大給他 那再這樣子 這條小龍應該也要落入SGS的口袋 這18分鐘40秒 經濟的差距也來到了7000多塊 吃完這個可能就會9000多 將近1萬喔 這一局可能又是一個 比較一面倒的戰況了 Ginix射了一顆大絕 往藍buff 應該是判斷對方在偷吃自己的藍 可是對方並沒有這樣的意圖喔 所以是一個空大 這個是一個偵測型的大絕 其實 其實 這大絕很少拿來這樣用啦 就是比較少拿來偵查 因為Ginix 因為帶斬殺的關係 他比較少拿來偵查 後面菲亜已經包到了過來 那雷歐娜在後面的支援速度有一點慢 菲亜已經開始集權 打到了蜘蛛以後 蹦 baby 舉起了 雖然蜘蛛掉了起來 但沒有地方可以下 下來以後被擊殺 這鐵達尼號的音樂 真的是為了隊友犧牲一切 那這邊Ginix又在下路做拆塔 這隻角色現在已經被 東南亞的理解就是偷拆的角色嘛 我們終於有一隻可以脫拆的AD啦 原來是這樣 BD型AD 其實他的被動設計就很適合這樣 真的很適合 而且他打塔的攻速真的是有夠快 那你看 因為蕭威也很肥 蕭威的農兵甚至比Cronix還高 所以很噁心的 他是嗜血紅霜刀 這是極度拆塔組合 對就是把自己的攻速 他這樣子 以前的那個版本 就是一把紅霜 他疊滿的時候就已經2點多 那真的是有點扯 就等於是送你一把 就紅霜買一送一 對 送你一把紅霜的攻速 而且你想想看 你攻速越快的時候 疊滿的速度越快 因為他打三下就疊滿 對 所以你攻速越快疊得越快 那其實是一種相承的效果 而不是相加 對 出瑞蘭颶風劍 你打一下就疊滿 對 強強強強強 瑞蘭的裝備實在是 專業真是來鬧的 可是他那個出了以後 你開擴散彈 一發就可以把後排打死 有沒有很強的感覺 對 還是沒有 我這個暈 等於那也沒有丟到暈 那只有緩的效果而已啊 這下很尷尬 那很尷尬 身又飛大絕出來 賈克斯1滴血沒有點死 但是閃線把它點死 這也是有一點沒必要 但後面 從左側 右下角切進來的 阿克斯是成功收掉了這個 沒有大絕的凱爾 可是非愛上來舉起了 葛雷夫以後也是收到了聖的擊殺 然後這個拆塔哥又來了 好快好快 好快好快 他打算要越塔殺人了 但是射了兩下以後 他這個拉塔的掌握很好 剛才喬維一拉住塔外 這我覺得應該算是 Style看自己射歪啊 而且 這他的判斷上 劉娜中 第三個人上來控他了 喬維要控 這是車輪戰嗎 真的 輪翻上陣 不夠他打 咻 沒中 那真的很像橡皮筋 那真的很像橡皮筋 他決定要硬上 成功 這就是他角色很適合偷拆的一個原因 對 他可以這樣子來回硬上幾下 血量判斷打得掉 他就可以這樣來回 硬上塔三次之後高速車軌 對 然後他在塔前就是 對方上來先切短距離的炮做一個消血 然後對方發現打不死的時候 往後拉的時候又會一直受到火箭的騷擾 剛剛那個三個人都被這個 Genix給打退 在信心上面應該已經是 爆棚狀態 對 降到了谷底喔 那個 這個 喬維剛才被輪翻上陣 怎麼看都像是要死的 而且他還是月塔 Dive的時候被輪翻上陣 我怎麼看都覺得他要死 可是他實在太匪 他打了一波冰血又滿 對啊 這什麼妖術 這真的是 到底什麼武術 對 嗜血在這個時間點疊滿 給的那個吸血能力實在是太好了 我本來我看到他出一根十字鎬 我想說大概是要鵝魚 但是我看他這種農法 他等一下一定是鵝魚 哇 這個Synix的蹲點也相當的硬喔 插了一隻眼睛BET 這個起真姿的雷歐娜 雷歐娜不宜有他 那從頭到尾都可以看到這個 凱爾跟菲愛的配合在這一場 我覺得SGS的配合很漂亮喔 凱爾從正面的追擊 然後讓菲愛從後排 從後面進場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為凱爾這隻角色的問題就是說 你第一波上去緩到了 的那個時間點不夠你把對方砍死 但只要後面有一個人幫你 再做了一個短吸吸你第二波的緩再出去 基本上那個人就一定會死掉 那Syn在下面帶一個分推大爵士 還有一段的時間喔 會在三郎遇到九筒嗎 對 互相應該是打了一個招呼 然後再見 因為Syn也不太可能單殺他嘛對不對 然後九筒也不太可能單殺Syn 對 他前面就打不動Syn 現在這個裝備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可能只能殺那隻安妮我覺得 真的 他專殺support 專殺小女孩 肚子很大又專殺小女孩 他可能在就是 他會亂靠 他真的會亂靠 對 他最近的版本我不知道 可是Patch Note並沒有提到就是 我覺得就是Bug暴躁 對 因為他那個來了 對 就有點暴躁 他會亂打 這是在對方的眼睛下面打的 這時候賈克斯要進來了 再加上雷歐娜 但是阿雷路亞非常穩定的暈到了 賈克斯交閃線 反而把非愛帶到岸上了 雷歐娜 他是叫苦不疊 還是死掉了 就是說你可以在下面 乖乖死嗎 那這邊Syn也上來了 從後面要來做一個cut 可是眼睛是有看到 所以拉掉了 這波的判斷也是相當的不錯 因為非愛的血線其實有一點低 有九筒的爆發 在這個時間點 應該有機會可以收掉非愛 沒有必要多做一個無謂的損傷 我這個中塔真的撐得住嗎 聖已經完全呈現扛塔狀態 剛才看到 各位觀眾 剛才聖不是位移 他是中了古拉格斯的大絕 被擠了一下 然後說 他被震了一下 不會痛 這應該是 他說我在玩阿給嗎 那個是水球吧 原來是這樣 Bow一下 推了他 輕輕推了他一下 輕輕推了他一把 誰推我 原來是古拉格斯阿 你看他走到龍那邊 他的八龍buff就會幫他把血回滿 這個遊戲最難玩的地方就在這裡 就在於這邊 這聖也是很大一隻喔 203然後170個CS 你看他的防 現在這邊SF5要學曼谷精神 要來硬爆了 這個甲克斯說你 我也會扛塔 這這這這這 因為沒有小兵的關係 這塔的防範很高阿 對 小兵沒有進塔 我坦不住阿 坦不住 真的 開大了 在一個非常詭異的時機開大了 他也不是扛塔的時候開的 他是沒人打他的時候開了一個大 他是沒人打他的時候開了一個大 反打殺到了 哈雷魯亞也算是不錯了啦 但是 但是 是聖誇張了 國際禮儀各位觀眾 國際禮儀呢 這邊 欸 緩速緩到了 聖沒有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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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是 瓦娜這個 聖很有風度 對 他這個這個這個 他是想要勝利型玩家 想要下班型玩家 護石派你看看 他去推中路了 他竟然沒有去追 最後一個人搶一個上路的Pentacule 這時候你就要知道 他前面搶四個頭已經被隊友罵爆 最戲劇化的劇本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這四個人一直跟著那個蜘蛛等聖的大絕好 傳過來把那個人殺掉 可是這樣也沒有Penta了 不行不行不行 沒有 那個現在Penta的那個 那個Forgiveness很長 就是 好像有30秒的時間 對對對 window非常長 只要你誇抓之後 有很長很長的時間 可是他的大絕還有很久 如果他有大絕 我覺得剛剛那一波 這樣劇本就還不錯 這樣就還蠻戲劇化的 應該是可以成為TopPentacule 就是 你以為我放棄了嗎 就是其實沒有 沒有沒有 那這邊 所有的兵其實都很可惜 進塔的時間 SF都沒有人可以做推進 然後 你看這個凱爾 砍一刀加56G是什麼樣的概念 全死 等於是說你所有的經濟都是 吃兵術才會被拉到這麼開 這吃兵術會被拉這麼開的原因 就是因為 你所有的 就是你有很多的小兵被 抵耐掉了 但 對方是吃到了你所有進攻到塔前的小兵 現在一個人在草叢裡面遇到了葛雷夫 然後他竟然跟葛雷夫尻了三拳之後才要recall 然後接著被葛雷夫斷了他的recall之後呢 這真的是怒火中燒 立刻叫聖傳他 然後給了葛雷夫一個大絕 哇 給了葛雷夫大絕以後 帶聖嘲諷 接著是由Jeans的大絕火箭命中斬殺 對 接著讓Jeans獲得加速從家裡面出來 剛剛他說我要回家 拿警棒 警棍都拿出來了 你還過來打我 這毆打民警是不能忍的 剛剛回家的時候他會拿一個出來轉轉轉 然後我覺得葛雷夫太調皮了 就是有勝啊 你怎麼會想要去中斷他呢 這就像是 飆車主跑去撞警察車一樣 然後當場爆裂 那這邊 上路這個 剛剛在偷拆的賈克斯已經回來了 然後飛艾斯回去守了一下兵線 但是想要 SGS看起來是想要一波結束喔 這邊直接扛塔 要拆這個下塔 這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可是Kryonix的位置很爛 那這樣是 哇 我要可是把大絕 丟在他Kryon的無敵上面 這隔牆 Genix切起的火箭炮 拼命的在做輸出一個大絕 竟然成功殺掉了賈克斯 他現在加速進場之後 我想勢如破竹 新加坡先鋒應該很難被抵擋了 哇 上面這邊 蜘蛛也被成功的受到追擊 已經有兩個人倒地的情況下 遊戲可能就要在這邊做結束啦 哇 又嘲諷命中 古拉格斯再見了 這已經掛網了 沒有機會做一個 團打 SGS還是在這個30分鐘前 將這個遊戲移 哇 Genix的差距率23000多 兩萬三千多人